各位早晨,今天是7月22日 昨晚美股方面三大指数都反弹做好 升幅介乎0.8至0.9%之间 美股方面本身已经非常强 就算回落少少都只是一个很大长的升浪里稍微调整 基本上大家如果过去十年任何一刻去买美股的指数的ETF 其实你长线都是必赢的 美股其实整体是一个大长升浪里面 但港股始终不同 虽然港股今天都跟着反弹 今天恒生指数都高开239点 开市之后升幅就一度扩阔到超过400点 最新就是去到27,600以上的水平 不过港股因为6月尾到现在 这个月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 整个月跌了2000点 有反弹都很正常 现在最近的一个阻力 你要是突破到28,218 才是比较有少少初步的转机 如果不是呢 暂时都未可以说那个市是转回强 虽然今天很多股份都升了 甚至一些比较弱势的 就升幅更特别强劲 但是大家就不要这么快 就心急立刻要去追货 尤其是一些弱势的反弹股份 就不是很建议去买